香港現在的物業市道當然很差 你看 樓又差 接著那些舖又差 工廠樓又差 車位都差 什麼都差 舖位當然更加差 商場都差的 其實現在 所有的物業都是這樣跌跌跌跌跌 基本上如果你說 跌了30%是基礎了 就是最基本的了 在兩三年之內跌了30% 如果跌了的話 50% 甚至乎更多 一點都不覺得奇怪 為什麼會跌得這麼厲害呢 以前跌就有批人出來買的 因為為什麼呢 他們是炒的嘛 所以就覺得 喂 不是吧 跌得這麼過癮 就是來炒一下好啊 接貨 但是發覺這一段時間 那幫以前經常賺了很多錢 就是來炒家 炒家沒有了 不見了炒家 究竟為什麼呢 今天跟大家去講這個 這個打靶系列 就是一次過打靶的 是什麼呢 是啊 李嘉誠先生 怎麼將一批的大炒家全部打靶 大炒家打靶的話 就會連累中小炒家 都會倒閉的 一會兒會解釋給大家聽 就會說起 在這個2017年的中環中心 這件事件就是 香港大部分的炒家 最重要的最重要的原因 中環中心樓高是345米的 就是73層 僅是似於IFC 中環廣場 中銀大廈這些高樓商下 那置地那些是舊的 所以這些都是比較新的 那它是落成在1999年 佔地大約是10萬平方呎 樓面面積是超過140萬平方呎 由於是中環有黃金地段 皇后大道宗 位置的優越 又可以看完這個圍境的全海景 所以呢 從來這個中環中心 都是核心的地點來的 那中環中心的情況 就是在2017年有改變 因為當時呢 其實2015前後左右 應該是2015年左右的 那李嘉誠就當時開始 慢慢將資金撤出去 中國和香港 就投資了去 主要是英國和歐洲地方 那當時呢 這個李嘉誠竟然呢 就看到一個很特別的情況 就是什麼呢 他就是見到呢 這個四叔 就在這個2017年5月 那就是買了這個 中環美來到 現在Handerson 那個停車場商業大廈 那去到每一呎 樓面價是5萬元 哇 創了全香港當時 每一呎樓面價 最高的紀錄這樣 那去到11月 阿誠哥就看到 哇 這個是好東西啦 對不對 五月創新高 那他就有些人跟他做貼 那 搞得差不多了這樣 那去到11月 就用這個大貼 最後一個大貼 就是中環地標之下 將這個中環中心的 75%的業權 就賣了給一班的投資者 那他就代走了402億 這算是每一呎3.3萬元 那當然啦 就是高層就應該貴一些的 中層就差不多了 低層就便宜一些 那就是高低 高中低層皆不同了這樣 那他就將這些錢 就轉了去海外 那作為他退休離開的這個場實 之後最後的一宗大貼 真是厲害了 那他當然是立了一大批的資金 大哥 402億的 不少東西啊大哥 真是 一億都打死打崩頭了 他用402億的這樣 好了 那麼 中環中心在2017年的時候 就出售的時候 是用創紀錄這個價錢賣出的這樣 不少業主呢 就是 其實除了香港那幫人之後呢 剛才還有一批呢 後來陸陸續續 一直加多有這些 中國的發展商 那麼因為大家看到之後呢 這些內房都一直插水這樣 那麼終於搞到呢 這些批的業主呢 就互相競爭 就要賣啊 或者租出這些這樣的 七十三層的摩天大廈 那麼結果寫字樓呢 就一直被他拖累 因為為什麼呢 那些業主呢 沒有水啊大哥 那麼 那個叫界的單位 甚至乎低到呢 是 就是 得啊 成哥 就是那個時候 那個的價錢的一半 那麼18年6月那時候呢 這個的中環地區的寫字樓 普遍呢 整體已經是跌了 比高峰上 有五成 甚至乎以上 那麼中環中心的那些人 走去看過 甚至乎你見到那些天花剝落 哇 死了 就是這些 那些甲級寫字樓 怎麼會有這樣的情況 那麼有些樓層的呢 那些就 叫那些 有些電線 那麼空置的板斤手入口 就 就 貼滿了 哎呀 招租 因為實在是太多招租的地方 搞到這個中環中心 就貼心了 那一貼心的話呢 就大件事 這個狂熱派對就沒有了 那麼這一棟大廈呢 就是象徵著 信貸的爆破 那麼在某程度上面 資料市場呢 就助長了中國的房地產的泡沫的 那麼大家不停地走去 走去走去借錢 哦 終於突然間爆破的時候 那麼大家都趴街啦 這裡借 那裡借 借都不行啦 那價錢倒下去了 你就死定了 就是你不斷借錢 要給利息的嘛 就是其實你買回來 可能是一萬元 然後又加上利息 就萬一二這樣 諸如此類的東西 是差多久了 哇 那你再跌跌了七八 變了七八千 那你還不死 掛掉了 那麼中環中心裡面 有很多不同的買家的 那麼一會兒會跟大家 會講一下裡面這些買家 就是面對誠哥 結果是怎樣 其實很多年都說 就是說 千萬不要跟李嘉誠對賭 但是偏偏有很多人認為自己很厲害 我當然是可以跟誠哥對賭啦 誠哥不懂事啦 現在就說中國不行 他不斷走去走路 別讓李嘉誠走了 讓他走啦 我們就可以貼了他的東西 我們就變另外一個李嘉誠 沒錯啦 基本上一大堆的這些炒的 都是這樣想 喂 我們洗鬼起樓嗎 李嘉誠這樣 辛辛苦苦癡癡癡癡 大哥 我們當然是對香港 對中國 未來很有信心啦 大家要做好中國 做好香港 所以投資下去中國 投資下去香港 當時 無論是內房 和香港一大班 好像是四叔那樣 就是看到 嘩 不是喔 中國那些人 不斷一五年之後 不斷下來買樓 海航那些 不斷下來買 買機場 買尿買那裏 然後中銀那些銀行 不斷借錢 嘩 空越來風 探不探先 原來是中國政府 準備將大量的人 移民下來香港 然後那些全部都是有錢的 有能力的人 嘩 香港做不點 於是 當時四叔就說 喂 人家炒了那些 就是住宅樓了 這些新龍基已經 早著先邊 或者那些內房股 不是啦 於是乎四叔 走去搞你一個商業用地 哇 搞了兩大大 總之其中一大 就是這個 就是中環比例 現在這個Handerson 當然是黑夜 好像說有六成的入處率 但是呢 不停這樣去回贈 又壓低一個價 諸如此類的東西 總之作為PK 輸到媽媽不認得 那好啦 那17年 阿誠哥 就代炒了402億 那跟著看一看 這一班的所謂的大炒家 是怎樣 哪班人跟他對 那你記住 首先 就是這一班人是怎樣形成的呢 他們其實在過去幾十年的香港 就 就是 不停這樣 炒樓啊 炒豪宅啊 炒舖位啊 炒甚至乎 將那些商場 重新再起過 再搞過 那些東西 就是這班人全部都是這些炒家來的 由開始可能是幾千萬開始 一路炒炒炒炒炒 甚至乎幾百萬開始 一路炒炒到幾十億 甚至乎過百億的 很誇張的 那當然他們都可能會有 他們自己本業賺大錢的 有些 就好像波叔 純炒啦 做生意都沒有用的 做生意就是希望 頂住那個的租金 讓自己可以 就是 過 那個舖位啊 那些租值啊 高一些 然後炒起來 然後賣回給別人 就是通常都是這樣的 回報率高 玩於是不斷賺到那些錢 那這一班的人呢 其實一路以來 在幾十年以來 在香港都不斷炒炒炒炒炒 炒炒賣賣就是靠炒賣賣賺到錢 香港的東西為什麼這麼貴呢 為什麼搞到大家都會生活得這麼辛苦呢 這些炒家就佔上最大的原因 為什麼呢 大哥不停將舖位 將不同的地方不斷炒高 最後你那個傭家 比如說你做開竹譜的 或者是賣零售的東西 你將那些錢要放回去 租金放回去你的本錢 於是那些貨品就貴了 所以為什麼香港的人 你看到上次我去拍過的超級市場 哇金股很便宜啊 這個便宜那樣的 什麼都很便宜 但是還很漂亮 不是大陸的 大陸人家是日本的 你聽一聽到是不是 那些人就說不是啊 福射啊 福射真是浪費氣 好了 接著香港的東西就不斷貴 於是乎那些人當然不信氣 找一下究竟哪些人搞到這樣 於是乎有一群麻炒家出現了 17年接這個中環中心 開始的時候不是這樣的 開始的時候呢 是有一個大股東先的 就是他們形成一個新的公司 那個公司就一次過 就跟李嘉誠買了75% of這個中環中心 那接著呢 就大股東呢 就是佔55% 叫中國國儲能源化工集團 這些國企當然是厲害 就是厲害到無敵啦 他們拿來做投資 沒所謂這樣 大把錢大把現金這樣 那佔55% 那接著整個45% 就分給你其他香港的炒價 那樣的炒價 包括什麼呢 就是全國政協勞民端 大家有空無視都會看到 就是他講很多有關於香港的事務 那麼小巴大王馬雅木 這個大家知道了 已經過身了 大哥靠做小巴 一直賺很多很多錢 那你見到那些小巴下去 都是馬雅木的名字 馬雅木是周圍買物業的 很多物業的 於是乎 賺了很多的錢這麼多年 另外池袋大王陳秉智 那昨天如果有看我的影片 就是這個打把系列 把你的陳秉智砰打把的 李嘉誠 大家會認識 陳秉智 就是做這個錄影帶 很多的 Cassette帶 這傢伙曾經賺了很多錢 另外還有物流章 張順宜 做很多物流的事 然後做完物流之後 又去炒房地產 做很多的事 後來還有投資股票 張順宜是其中一個 還有亞洲地產的負責人 這個蔡智忠當然也是一個大炒家 然後怎料原本是 蔡智忠 張順宜 陳秉智 馬雅木 勞文端 這五位 做扯頭男 大家 來吧 鏡頭又動了 氣死了 忘記了 找個兒子 好了 接著 這一個集團 形成了 要買了 談了 當初最早的時候 是詳實有 做一些借貸 而且價錢是比較低的 我記得有這樣的 一個協議 就是說 有一個累近是短期的 購買 為什麼呢 這班炒家很快就拆售了原裝賣 轉給一些 通常是這樣的 他們買幾層 然後將其中一兩層 拆細了 一個單位賣出去 那就快了 於是可以套到現 可以賣貴一些 因為 我幾層幾層買 價錢這麼便宜 你一個一個單位就貴了 那他就賺到錢 剩下一些部分 留給自己用 或者長遠投資 類近是這樣的 因為其他人接貨 就貴了 節節以前的價錢 就不會便宜 所以保留著中環中心 那個部分的單位 通常都是這樣玩的 那好了 那盧文端 馬阿牧 陳炳志 張順宜 還有蔡志忠 這五個大媽沙 也是香港五位 非常之巨型的炒家 基本上都拍得住 波叔那些 很誇張的 這些大炒家 誰知道突然間有個變化 就是中國儲能源化工集團 因為資金的問題 那時候可能已經是中央看得比較緊 所以他資金的問題就不可以炒了 沒得玩了這個遊戲 於是股權再重整 跟李生談好了 有沒有其他人 於是引入了這個 世貿房地產 許榮茂先生 還有大家知道 朱太金利峰 當時的總裁 朱月華 這兩位大媽沙 走過來 因為為什麼 他兩個都是大炒家 許榮茂和李源 都是 然後再加上馬阿牧 說我再玩多些 馬阿牧就超級大炒家 原本是八層 再多些 他就再給多些錢 玩到十三層 厲害 總共籌到四百零二億 那時候 他們應該說每一個買家 總之有些拿兩層 有些是四層 有些是七層 好像馬阿牧那些 十三層 朱太也不少 朱太我先看看 朱太有多少層 都是很誇張 許榮茂總共是九層 馬阿牧就是十三層 朱太就是七層 不少 所以看看 許榮茂和朱太 他是分別拿了九層 再加七層 即是十六層 十六層再加 馬阿牧又多幾層 所以他就拿了五十五個巴仙 那 好啦 所以就引入了這兩位新的 就是股東 那他們都是超級的大炒家 那當然啦 朱太那時候最主要是 就是搞這個股票 就是西架股 那些人是按股票 好啦 那當物業成交之前呢 其實他們已經談了 中銀和匯豐和恆生 就做出一個聯合的融資方案 那 那 因為金管局呢 就看得比較緊 所以銀行就不可以太過鬆手 息口呢 就 一路跟他就在按揭方面 就不是一個共識 那 最後呢 那些人就說 那不如用這個摩根史丹利的方案 那摩根史丹利呢 就是人家去談 那就是 因為他們最主要是 喂 快點買回來 快點拆售 那 做一個 就是快出快入這樣 然後 在賺中間的價格 那 那 那摩根史丹利呢 那時候見到的 細息都不太對 就是房地產好像都是有些 就是 額外禁 於是他提出那個 的情況 是不是這麼理想的 那 頭半年的利息呢 就是8里 8里 我跟你說 當年喔 你要記住 當年是低息的 頭半年是8里 那再過半年呢 就是12里 那第三個半年 就是18里以上 所以呢 那條數是很金的 如果你真的 脫不了這些貨 大貫吃 因為為什麼呢 他們炒回來 大堆便宜 跟著呢 因為對這些 這樣的銀行來講 有風險 大哥我借錢給你 你脫不脫到 如果脫不了就麻煩了 那他們來說就是 說脫得快 你脫了之後呢 你就容易了 每一個人呢 就是人客 就是頂他自己的單位 那你可能 有幾千萬身家 你頂得住這樣 那所以呢 最緊要就是 切得快 切得快 一直在那裡去分 就是這樣 你玩慣這些遊戲 那這樣 那但是 因為要拿那麼多 他們每一個 投資者 不同的人 他們負責那批貨呢 他們都賣過數 可以拿到三成出來 於是乎 就OK 這樣走 那樣的東西 結果呢 就是本地的銀行呢 就不是很能夠 給得到很好的 就是按揭他們 按揭成數呢 所以最盡呢 只有三至四成 就是很低 那樣 那有部分的投資者 於是 就走了澳門的工商銀行那裡 那樣 那那個息率就低一點 就是 H加三里 那大家四里 那樣 那當時 那最緊要呢 就是可以得到 多些的按揭成數 就是五成 那就是說呢 其實他們不是要拿五成出來 不是拿三成出來 要拿夠五成出來 那所以呢 這個是 不是簡單的 因為呢 但是他又減輕了那個利息的壓力 那樣 不過在澳門借錢 都是有辣有不辣的 那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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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呢 他的息口會多少少 比起一般的東西 那樣 好啦 那逐個逐個看 那樣 因為呢 有不同的買家 這些都是香港的超級大炒家來的 看一下他們結果 他們怎麼做法 那 第一位 盧文端 這一位 全國的政協 那很多時候 你看到那些 就是中國 就是和香港之間 有些 就是什麼事情出來 就是政治的事件 他都會出色 那樣 他就有五成的 他分到五成 就是不算 投資太多了 那樣 分別是十九二十一 三十五十八 和七十七樓 高層都有一間 七十七樓 那樣 極高層 他就在18年 那他呢 就 這個大炒家 快出快入 一八年呢 就八月就賣了 十九樓 整層給幾位集團 那就是 我少過他 阿湯文亮 那 作價大家是七點六億 每一呎是三點一萬 那 那 當時策售來說 就是一個低的成交價 那就是 因為他們平均買入價是三點三萬 但是大家忘記了 因為那個是低層的十九樓 因為高一些是七十幾樓 所以這個單位基本上就沒有那麼值錢 那 所以不能夠說用三點三萬 三點三萬的去到四十幾樓那些 四五十樓 那些那些中層來的 就不是這些十幾樓這樣 所以兩回事 是十九樓而已 那 那 那 這裏就說選手 但是他將最低層的先賣去 那十九樓 那十九樓有一兩層 兩層是低層的 所以他先賣去低層 那 然後他將三十樓 就賣了給內房這個 的佳兆業 佳兆業現在當然是大問題 他是立了星島 那樣 那 作價是十點七億 車價是四點三萬 合理一點 因為為什麼呢 他是三十樓 三十樓就是 差不多中層了 已經 所以呢 你去到四點三萬 三點幾萬一呎 買回來 他賣回四 四點三萬就合理一點 那個價錢 那 那 交易就賺了三成 那但是他還有幾層未搞的 所以不能夠完全這樣計 那 勞文端持有的中環中心五十八樓 全層提 二十樓半層 用十八億賣給另一個內房 就是余洲地產和相關人士 赤價去到五萬元 那 這個就賺了 很老實 因為三點三萬 平均 那現在這個 五十八和二十樓 他五十八算高層 二十一樓是低層 他混合起來 都是做到五萬元 那算不錯 那 那 基本上是給他之前賺了五十一百 所以 勞文端 已經是賣了最少三層的這個物業 那但是 你手拿著那些 現在就慘了 他有七十幾樓的 好些 那個高層 那但是呢 現在來計 因為已經跌了五成 我相信他賺的那些都會吐出來 很嚴重 就是呢 小巴大王馬雅木 現在過身 馬雅木就是用一百一十億 如果沒有記載應該是一百一十億 就承接了李嘉誠 是十三層的中環中心 一時佳話 好厲害啊 馬雅木 你路那麼多年 幾十年 那人仔 呵呵 日暴青袋 那他就立了十三層中環中心 包括八羅九七八 這幾層是比較高的 的單位 那 如果用每一尺三點三萬計 那就是說 中共 剛才說了 就是一百十億 馬雅木 即是 沽售了兩層的單位 就是二十 樓和二十六樓 你看到他們盡量 將那些低層賣出去 因為那些是難出一些的 因為那些景點 沒那麼漂亮 那樣 好了 總共收了十三次到二十三億 十三點二三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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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均是二萬五千幾 到二萬七千幾元一尺 那都合理的 因為 即是他三萬幾元一尺 但是因為你是低層 所以他基本上就是 便宜一些 將那些差的賣出去 那拿了三年幾 升值做一成 那中環中心二十樓全層 又賣給董建華這個家族 是六點三億賣出去的 那二十六樓 由幾位集團 又賣給幾位集團 那就是姓湯那個 那六點九三億 那即是說呢 他最少賣了 小巴大王最少賣了兩層的中環中心 那但是因為利息很高 那還有這些樓價現在已經相對來說 比高位至少跌了五十個巴仙 所以預計呢 我們計一計過 他的利息的支出 是接近輸一個百億的這樣 那這位香港最主要的 鋪位的大炒家 就因為買了這麼高價的中環中心 一直不斷流血 於是你看到他在過去幾年 三年左右 就不停不斷賣物業 香港沒有再買 就跟他說不斷賣 就是要填填 大佬 你要填一些中環中心的書 不斷賣 我計過去好像賣了三五十億左右 三十多億 好厲害 三十多億 你想一個派給幾千萬 就不斷賣 買了幾十個單位 買了二三十個單位 至少這樣 還有因為為什麼呢 這個情況比較麻煩一點 就是 大家知道 就是 其他的大炒家 都是因為最近不跌 大家都不斷 就不斷 就不斷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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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是互相踐踏的 那 但是他都沒有辦法 都不斷地 就不斷地 買貨的 你看到整個市場 所以為什麼一潭死水 就因為 這一班 買了中銀中心的 大炒家 他同時也是很多 舖位的炒家 很多物業的炒家 他們就唯有 訂了 訂外面的貨 來救 救中銀中心 中銀中心可以 你可以租給別人 而且價錢都 所以他就要去救這個位 所以 馬木是輸得最嚴重的 我相信 他這麼多年 在Van仔所賺的錢 我想都是幾十億 一次過就清錯了 乖不誇張 好了 就氣死了 所以 另外就是 昨天跟大家講過 持帶大王 陳炳志 他就把39樓 拆了成12個單位 拆了他去賣了 一路不斷降價 促銷 終於賣了 最低是見過 2.5萬呎 1元1呎 但是39樓 相對來說 都不算太低 但是 都沒有辦法 他又用 6.74億 賣了25樓 赤價是27,000元 都是比他所賣的3.3萬1呎 低一點 他的買家是董建華家族 另外一位商鋪的投資者 溫太 這個人很出名 在2018年 用8.13億 向陳炳志 這位持帶艾皇 買入了這個 中環中心 38樓全層 赤價是32,000元 那層的中環中心 在今年4月 又用8.7億 賣了給內房 佳兆業 赤價是3.4萬 兩年間升了7% 佳兆業 最近債務問題 又將中環中心38樓 賣了給山高金融 用來還債 交易價是7.5億 八個月跌了14% 這些樓 不斷升利法律 價錢很厲害 有趣的是 當陳炳志 獲分了中環中心42樓 他就沒有發現 那層樓和標準有不同 然後他才發現 原來是中轉層樓 涉及大量的公家地方 使用率只有50% 任供 於是他很早 一百年 將這個樓放了 一直都沒有人接 最後他便宜了 30%的價錢 賣給朱太 然後成交大概419 即是2.7萬一尺 完成之後 朱太還拿著42樓 全部的物業權 陳炳志 趙計已經賣了5層的中環中心 但是因為他拿著的單位比較多 所以都是傷的 現在陳炳志 就是在中環中心這裡 他是受傷的 那他跟著 大家看到他都頻頻沽貨了 不斷在其他地方 跟著又將67層 整層的 就用這個7.5億塊賣了 那2萬7千幾百尺 那他買入的時候 是低了15.7% 那陳炳志 現在肯定是面臨破產的危機 那我想他這幾個月 會是很痛苦了 因為新 即是你銀行 就不斷追你 call you loan 那你又要還債 大哥 你快點要賣掉 但是現在市面上 就沒有那麼多賣交 這個就是很嚴重的問題 那麥樓張張順宜呢 就是在中環中心 佔了四層的單位 42、43、49和50樓 好那18年呢 他就將這個49層全層 用11.18億賣都好 買給這個合生創建 這個內房 那赤價去到 4.35萬 因為49樓是比較高一點 那去2020年呢 就 合生創建 希望買入雙年的樓層 就合扣了48樓全層 那最終是以9.8億成交 那 那 好那 那麥樓張呢 他除了是 賣了49層 49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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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後呢 那又將第50樓 就是他所有 他有四層樓 最高的層 就是 全層賣給國號集團 那 跟著呢 成交是有13.3億 那 大約是5萬元一呎 那 跟著 43層全層是賣給 政協 搖智勝 作價是10.5億 那是4.3萬一呎 那 所以他這三層都是賺錢 但是最後剩下那一層呢 就應該搞不定 那 所以呢 因為賺得不多 現在都是要坐艇的 那 那張順怡我相信都是在坐艇 那 那 他另外呢 就有炒股的 那不說的 什麼裕藥堂那些 那些 那他在那裏應該是輸得幾金 那麽應該有幾億元是輸的 那樣 所以這個物流張張順怡呢 買了這個 這個 中環中心 和成哥對元道之後呢 就是又是 就是幾個之一 就 嗨了 馬目 當然是很嗨 陳炳志 很嗨了 那跟著就到這個張順怡 都一樣是要嗨 那我另外呢 有一位都是要輸的 就是蔡志忠了 蔡志忠呢 就當時就認為 哇 你豪宅 喂這麼貴 租得這麼差 但是現在這些甲級的商下 那相對來說 雖然價格是貴 但是他租得很好啊 不同 所以他看好香港的經濟 一路就 堆下去 那但是他只是買了 兩層 22和23樓的 就是 中環中心 和部分的車位而已 那那18年呢 他已經拆售了22樓 12個單位 那成為首批的 拆售出去的 那19年4月呢 就把2205個單位都賣出去 建築面積是2852呎 成交價是9967萬 赤價是3.5萬 都可以了 整個項目呢 就全部賣光了 這樣 合共套現了11億 那終於在五個月之下 哇升了八成 哇厲害 這個厲害 但是剩下那一層呢 就因為跌了50% 都一樣 沒知道 我想都是要輸的 真可憐 好啦 世貿的許榮謀呢 又是 九層那麼多 這位是 原本是 沒有他事的 啊 你有個這樣的 即是國企 走了去 找他來頂 這樣 他所分到的層次 層次不錯 層數不同 31、32、36、37 這些 比較低層 中層呢 五十五、五十六、六十二、六十三 還有高層有76樓 這樣 那麼他一路跟外面說 我們不會賣的 我們留回那些單位在這裡 這樣 而事實上呢 就 他一路都盡量不賣 但是後來就看到了 許榮謀那個的 就是 集團 就爆煲了 那爆煲 沒辦法就不賣了 於是乎呢 他是將 35、66樓和76樓 三層 就押了給銀行 拿到14.05億的貸款 那麼 2023年11月 開始 純粹消息 要賣了 搞不定 那麼要賣31和32樓 這兩間相對來說 是最低層的 這樣 減價 一億 哇 比起他買的價 喂 減一億啊 快點買啦 這樣便宜了 那麼兩層面積的 大概是 由24,800多尺 到25,000多尺 原本叫價是7.46億和7.56億的 那麼 意向價是三萬元一尺 那麼兩層寫字樓降了價之後呢 就是6.96億和7.06億 那麼 叫價跌到二萬八千元一尺 減幅大概是6.7% 那麼終於在三十 就是後面 最近呢 在三十一層樓 又再減 要減到去 5.72億 那就是說 已經的累計減到1.74億了 平價平價23% 但是都沒有人買啊 是放的 而洛杉磯全層呢 又是放的 7.3億要沽出來 但是 赤價都是得到2.8萬 你記住 洛杉磯如果賣到2.8萬 就很恐怖了 那麼買回來 是3.3萬 是平均的 6.83樓 是對他們來說 最 不是最高的 是高層的 是76樓才是最高 那就是說呢 其實他要輸的 那麼反映他要總共 要輸成10% 但是不止的 那麼這樣 好了 許榮某呢 在2022年2月呢 就將他在獸神 獸神山道那間的豪宅 賣了出來 那麼要虧的 那麼就想 他就是要很急地 去拿回錢 那麼 後來又宣佈了 這個債權人 中國建設銀行呢 就對他提出 清盤的程庭 就是說要破產 慘了 那麼這樣 因為他欠款高達 甚至795億元 那麼 世貿在最輝煌的時間 但是呢 他是排在中國前二十最大的開發商裡面的 就是在上海啊 北京啊 各大城市有他們住宅啊 辦公室啊 酒店啊 什麼都有 結果 他就因為給不到 10億美元的外債 債券的本金和利息 那麼 對117億美金的境外債券 全部違約 那麼大件事這樣 那麼西美 他就在2023年的報告呢 他那個會計 中興華江會計事務所 就說不能夠達成這個審計的報告 那當然很傷啊 對一家上市公司來說 那麼 他的餘額呢 自己說 公司只有23.6億而已 但是其中4.8億呢 是這個 這個收限的資金 就是說 實際上不夠20億 但是呢 負債總共是276億啊 神經病啊 真的 所以呢 其中109億呢 債務已經是過期了這樣 所以呢 大量債務已經是一年之內 那麼 世貿會是要破產的這樣 那麼 看到呢 李嘉誠 一次過做低了世貿啦 做低了這個 蔡志忠啦 做低了這個 麥劉章啦 做低了這個 陳炳志呢 做低了馬雅木啦 很厲害 盧文端 和張順宜應該好一點點 就是沒有那麼傷了 盧文端應該是最好的這樣 好了 那麼跟著 還有後來加入來的 就是不僅是世貿的 就是什麼 就是這個金利峰的朱太 同一樣 他又有成七層的 那麼搞到後來大家知道了 朱太連呂守府都沒得做了這樣 那麼搞到呢 就是金利峰都 由掛牌變成落牌這樣 那麼所以呢 現在 朱太就很低調這樣 那麼 那麼 另外呢 就裕州集團呢 都是買了他 買了一層的 就是21樓的單位 建築面積是28,000多呎 那麼現在呢 就是 最新叫價是5億的 呎價只是17,000多元 哇 盡快賣了這樣 這些就是 唉 總之 很嚴重 那麼中環中心這一役呢 是李嘉誠將一大班的 全香港最大的炒家 全部生臟的 真的 輸10億8億 叫他撿到了 輸100億的 大佬這些麻木這些 過百億的 一利息很貴 那麼李嘉誠呢 做關了這一班的大炒家 形成了很恐怖的骨牌效應 因為呢 這一批大炒家 不行 那麼他就要賣其他 他手上的物業 來去補這個倉 一買這些物業的時候 整個物業的市場就倒閉了 因為這一班物 炒家是拿到最多的嘛 那麼 即是加上波叔又過身了 大哥 全部波叔的物業 不停地扔出來 於是你看到過去兩三年 就一路市場上 不停一大堆東西出來 是只有家族啊那些 很老牌的那些 就是買了兩個 其他呢 都很少很少買 那麼 你就變了 就在市場上面 因為呢 在中人中心裡面 這件事還是未完 因為他拆售了出來 那些一個單位的那些 有些人買兩個 那些就是中型的炒家來的 那些炒家一揹上身 又再跌了 哇 死了 於是乎呢 大的炒家又死 中的炒家又死 跟著呢 小的炒家拿著兩個舖 哇 又被他們扔的那些舖 就散了 所以為什麼香港的 物業炒賣呢 那個市場這麼差呢 就因為大炒家 就倒了 就倒了中炒家 中炒家又倒了 那些小炒家 全部都倒了 所以李嘉誠這次 真是一戰三丟 大中小全部炒家 全部被他打掛了 李嘉誠真是厲害 將賣這個中環中心 成為了生葬全香港 所有的大中小炒家的一個活動 這個真是厲害 真是厲害 所以說 李嘉誠退休 你都不要小看他 他的力度很厲害 那令到整個香港 因為你個個炒家 都倒了 那他就 哪有貨幣再去買 以前可能你和我買 我和你買有銀行 比起諸如署的東西 現在都沒有了 噢 這樣就打死了 那他喜歡什麼 加速這個下跌 這個價格更加會下跌 一直不斷倒 一直不斷倒 那 因為這個中環中心的事件 李嘉誠將香港 全批所有大中小炒家 斬盡殺絕 那當市倒的時候 他就找場實 我兒子說 你不斷找那六千九百多元 我沒有記錯六千九百多元 買這個跑道 最便宜的他就買得 那買到地來看看 然後你就可以在 今年的年底 又製造這個深水炸彈 嘩 真是整個香港的市道 不讓李先生做過了 所以大家就看到了 李先生沒有買東西 訂了這些東西出來 小心點 記住了 李嘉誠 生湯炒家 將他們全部埋葬 一個中環中心炒 搞定你了 敬秋的李先生 你真是醜家的黑星 記住 點贊和訂閱 多謝 拜拜